我婆婆又发病了 谁家婆婆像我妈这么爱臭美啊 这么冷的天 非要让我带她去烫头发 说这次还要做这个羊毛卷 那个眼睛好看 我也搞不懂是什么卷啊 我就是怕我妈烫完会后悔 不会会 你说的哈 我说的 那行 就是老妈三十多岁的时候 她的头发 这个看着最起码得有四十五岁 二十八 有那么老吗 十八 十八 当时她跟我回来 我以后是哪里老板的 你还管好看是不是 这是我们小家同学 十几岁的时候 感觉还没有现在好看呢 还有呢 这个烫头发必须展一下才好看 等一下要发行师 好好给我婆婆设计一下 希望我老妈今天烫完这个羊毛卷 不要后悔 今天把我们家二子也带着 去给她捡个齐头海 希望老妈今天不要笑着来哭着走啊 这孩子刚睡醒有点懵 今天我们算是包场了 人很少的 这个理发店在我们镇上 我的头发也是在这烫的 你们不都说好看吗 不知道今天老妈烫那个羊毛卷 会不会翻车 这是哈石齐啊 别吓我 我胆子小 现在让我婆婆挑个花形 看到底要不要烫那个羊毛卷 这个是羊毛卷 这就是羊毛卷 好好看 跟你三四十岁那时候烫的不一样吗 我看一看下音 我说我烫的好看了 好看了 你自己做决定 哎 羊毛卷那个花形 我稍微就是好看了 挤开差不多 这水温烫头刚好啊 老板娘说我婆婆那个头发太卷了 烫的那个长的羊毛卷不好看 就烫一个短的那种羊毛卷 只要适合她就行了 对给她设计一下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哈 看我婆婆这个大白脸这样醒 她的脸更大了 看是吧 老板为了图片 在我们家门口花五块钱剪了头发 抱歉喜欢 喜欢 哈哈哈 回来差点都哭了 那头发后面都要秃掉了 发现一个好奇把包 现在这个直接烫了是吧 对 这造型就好看 哈哈哈 这一面墙上全都是染发护发用品 刚才看到这么多染发用品 我就想起了我十几年前的梦想 就是想当一个托里老师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男同胞 因为当时我觉得当托里老师特别的帅 不仅每天能换发型 而且还能找到女朋友 现在想想还是挺傻的 二子混得太好了 到哪都有饮料喝哟 应该没有女生不喜欢这几款发型吧 哎呀 冷了 这是要起飞的呀 哈哈哈 我们家二子现在可好玩的 老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这后面是不是卷的有点厉害了呀 让老板娘给我婆婆汤漂亮一点 不然她等一下会哭的 哈哈哈 不能哭 就能哭我跟你说 哈哈哈 那我负责红 哈哈哈 婆祖婆 哈哈哈 公主请喝奶 最近饿得快半量也大 终于卷完了 下一步就是 我婆婆上蒸香 上 哈哈哈 哈哈哈 等个半小时就OK了 叫豆豆飞 要咬喽 哈哈哈 有没有说我老妈这个家猫甲会不会成功的 我现在心里都有点紧张的 不是说人家老板娘手艺不好啊 而是我担心老妈驾驭不了啊 趁现在给我们家老二剪个七六海 哇 可能是不认识奶奶呢 直接给二子给吓哭的 先把音乐剪上 哎呀 好漂亮 有发了吗 还行哦 我给她瞅了 你还笑呢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就只有春猫了 不先知道吧 这什么 春色的 看着整一下的 哈哈哈 到底春猫了 鸭子老了好几次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再也不结齐刘海了哈 乖乖 哈哈哈 就跟戴的假发一样 对 看见没有 还有十分钟就能看见这个羊毛卷的成果了哈 哈哈哈 要跑哈 哈哈哈 很期待呢 不知道哈哈哈 高度和本足 笑话呢 看着倒订数也不然 都能口水没有 一家呢 一家不订数 哈哈哈 还行啊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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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看看这孩子 快点过来喝醉的 真的不要口哈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已经很卷了 手拉开比紧张 妈妈都要 哈哈哈 看着还可以 我感觉老妈这个羊毛卷啊 反正说的 你感觉老妈这个放心像啥 怎么办 像不像不均匀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要过来啊 哈哈 哈哈哈 你个大小牛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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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好远啊 哈哈哈 这是我的均匀婆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摸摸一下 哈哈哈 我一朵被我的口罔 哈哈哈 我感觉挺好的 回家让我公公看一下 我爸从我妈回来笑到现在 哈哈哈 是的吗 嗯 他说你的发音好不好看 不好看 哈哈哈 你们觉得我妈 烫着个羊毛卷好不好看 再评论区评论一下 今天就在这里 你给你带哟 我最想笑不说黑了吗 哈哈哈 来你今天没有我 我自己看看 我摸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